送过冬奥运 好 好好好 我这给多要钱呢 不能举着名了 我觉得我自从白头以后 我感觉特别好 就大家都特别尊重我 买鱼的话都给我捡一件 所以就是染得更白了 就是感觉没事 老大妈了吧 你就得尊重我 把那冰肚子冰去的再给您撑 不是不是 我跟你说 你就是我发现 因为索拉老师当年是这个校花 你这一看就是大美女 越是这个 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一种自迁 所以有的时候 我有时候觉得 其实你现在还是很有风韵的 不能说风韵有存 风韵大存 对吧 但是越是你这样的女士吧 榜样 好像越有 你是喝了 还没怎么喝 就是越是你这样的女士 我觉得就越爱跟人说 其实有种自迁 就是说你看我们老太婆了 我们老了 你知道他们一些朋友 就是包括红晃和在一起 好像他们都自嘲叫什么呢 说他们是万岁局 有的叫千岁局 就说加起来一万岁 我觉得不用这样 真的 我们索拉老师的名言 女孩根本不用那么 眼睛发绿 也根本不用那么瞎着急 对吧 40岁以前 我同意你的 就是现代社会女人的保养 40岁以前 女人都年轻 不是45岁是最漂亮的时候 您还给加了5岁 45岁 这是法国人说的 法国的男人说的 45岁的女人是最性感的时候 45岁 所以其实呢 是45岁是女人的高峰 所以女孩都其实等到45岁再说 45岁就老少通吃 对不起 他刚才那个眼神 他一定有45岁的 哈哈哈哈 那我们也等吗 我们等到你们45岁吗 不是想等着你们跟我没关系 所以说 我跟你讲45岁的 就是你要找你现在多大了 我49岁 49岁了 你要找个45的最好了 其实是吗 又懂事 有点初恋的感觉 又性感又美 就真的女人到45岁特别美 其实女人在50岁以前都特别有希望 行 那就是45岁特美了 然后我跟他好日子就5年 50岁以后怎么办呢 这是生命的真意 50岁以后就成我这样了 不是 刚那时候法国人又改了 法国人说55岁最美了 因为人家 这是原来 这个40多岁就挂了吗 现在要100岁吗 真的 我现在就觉得 80岁女的也特别 哈哈哈 牙都掉 哈哈哈 我现在真的就是需要 真正多跟老师学习 你知道吗 我真正多跟老师学习 就是 就是经常 你看他们这个修养的这个层面的老师 就经常教给我 就是说 哎 这个你要懂得欣赏 40多岁女人的美 你不要老看着那个小姑娘 甚至有一次这个阿老 阿诚老师 大家说起一个什么 说起一个人 就爱找漂亮的 阿老叼着烟来了一句说 这是相貌观还没过呀 哈哈哈 哎 我觉得这意思很深 你能不能欣赏 我我就觉得我正在培养 就是像说那个法国那个女作家杜拉斯那个情人 嗯 哇 这个20多岁小帅哥走到他面前 说我就爱你这张宝经岁月摧残的脸 嗯 可能也是古董商的儿子 谁是古董商的儿子 应该苍蝇为是你都转起来了 就是走过去说那杜拉斯 我 我那个 前一阵看了一个 就是一个纪录片 一个老太太八十多岁的自己拍的一个 网上的纪录片 然后他说 不是一个美国纪录片 把他 把他拍成美国纪录片 他自己在网站 还有网站好像 然后他80多岁 然后呢就是情人多急了 然后后来就采访这些情人 就说的你们为什么要都找他 然后那些男的说找他省事 找年轻女的他有责任了 找这种女的就整天在玩 因为老太太80岁 他不会留着你老在家 他也烦你 就他已经想开了 他不会 就你们现在头疼的那些事 就是说女孩要你责任感啊 要拼拼了 缠着你 80岁老太太也没有这劲 老太太没摇额了 是吧 他不要你缠续 随便 他就是晚上跟你跳舞吃饭 然后教你什么坛狗什么 教你人生的道理 教你人生道理 跟你玩儿让你特痛 然后他回家了 你回家了 然后那个年轻的男的就觉得 这多放松啊 这种女朋友多放松啊 雅东能欣赏这口味吗 当然 好像自个儿现在都挺着的 让他欣赏 你真行吗 当然 我觉得确实容貌确实不重要 确实不重要 因为你往后走 走下去的时候 真的 真的没办法 最后就变成一种柏拉图了 其实就是柏拉图了 其实就是柏拉图 嫁狗碎狗 可是确实女的 现在很多我们这边 尤其是他那个还是 年轻女孩 年轻女孩 因为他有梦想 不是 我说年轻人也有非常老的观念 也是要他不能这样 所以我觉得年纪大的人 反而确实更加容易 懂得感情是什么 哎真的是 真的跟这个年轻的女孩 真的累 你知道吗 说说说说 这一期 这一期的专题 这一期的专题 什么地方累了 前半夜累后半夜累 不是 但是我跟你说 好多 就说这个前卫的 他还有一个很多内情 你不了解 比如说据我所知啊 有些人啊 他是挑战这个观念 比如就像刚才讲的 这杜勒斯 杜勒斯 这杜勒斯 这杜勒斯60多岁 找了一个20多岁的 后来发现这男孩子够阴的 就是 就后来一些日记 一些资料翻出来 就杜勒斯啊 一直就在抱怨 你看啊 这很有意思 他抱怨什么呢 他抱怨这个男的 老要跟他聊天 老要看他的创作 但不肯跟他上床 就这个小伙子 你明白吗 他抱怨他 他不肯跟我亲热 其实这个小伙子 我猜啊 我有点小人之心啊 我猜这小伙子是拿录音记录 占有他的文学资料 他这个小伙子好像 我说这小伙子总说 俩人要肌肤至亲的小伙子 总说 我崇拜你的才华 我崇拜你的创作 你写啊 你写啊 那但是他并不 他是这么一个 再也我跟你说一个 上当了 对 老师 你也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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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这问题 我没有像杜勒斯那么劝 何拉老师 何拉老师是很年轻的 就是找的那个 他老公那个帅啊 圈儿内 你知道吗 找的是大帅哥 真的 后来呢 现在也是 后来我永远找大帅哥 对对对 你刚才不是说你容貌不重要的 骗子 谁说的 我说的 我说的 他说的 他说的 他说女的容貌不重要 他在说女人 我说男人 但是好看的女的都找他呀 你这这乐觉不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 怎么都找着呢 不是 我就说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谁 那个那个那个 萨特和那个波夫娃 这俩人不也来这个吗 就是说咱们俩开放 你也可以找情人 open marriage 对我也可以找情人 可是是后来就发现呢 就说这个折磨也够狠的 就说虽然咱俩这么约定了 可是据说就是经常这个女的这个波夫啊 就像个受气的那种那种那种波夫 或者说经常发脾气 经常为这个事情 哎 哎这玩意儿确实 就说这人哪 真这么难 对 对 就是你别以为你 你你你你多高大上 你知道吗 你你心里有些跟大家都一样的东西 哎 但是你有机会成为更高的人 但是那需要经过一层地狱 你知道吗就是 连咱们说的一个 就是说最傻逼的一个观念 比如说什么处女情节 你知道 我觉得包括我在内都是经过那个时候的 因为我们 我们就是那个哎 我比你岁数大了 我我们小的时候 我想我想象的我的女朋友是一个 处女啊 你真的有这个啊 我我们小的时候是社社会上 你还比我小呢 你怎么有这个想法呢 你妈你爸给你说的啊 哈哈哈 特别坚持 你怎么可能有这个想法呢 他比我小两岁 他绝对不可能吧 你看我们是怎么可能 你还害怕 你不觉得处女很可怕 啊 我处女 处女不可怕 就怕处女有文化 哈哈哈 不是 我我我我给你举这例子 就是说 我在20岁的曾经有过 我就知道就是说 哎 就人哪天谁说的 就是什么叫自由主义 真正的自由主义 就是你内心深处的很多观念啊 你能改掉它 你就得到飞跃 比方说啊 啊 当我第一次碰到一个不是处的 这不是处女的时候 哎 我就经历了一个老观念的那种折磨 啊 就觉得咱们这个占有欲 或者是 然后呢 经过了这一层折磨 突然摆脱了这个观念 哈哈哈 哎呀 你那个感觉是海阔平于月 天高 任鸟飞 啊 家伙不必找处女了呢 满地都是啊 哈哈哈 你还真他们敢说 哈哈哈 哈哈哈 扭头就奔向八十岁 哈哈哈 现在一直要奔向八十岁 哈哈哈 然后发现还是处女 哈哈哈 哎 就就就说 哈哈哈 咱就说说 咱说点正经的吧 对呀 咱说点正经的 这是不是倒是你都删了吧 不会全播 全播 就是说那个 东方语 我说我说这个索朗老师聊的兴起 还有一个概念 就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说 哎 怎么完了 我还没说完呢 嗯 就是上集你讲的 我说咱这没事 你没说完这儿 就是说 没有就是提了一个 可以无主题 那就是就是你那这棋是说什么呀 不管他说什么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哈哈哈 别让我给你查了 你说音乐 上次咱们说发不低了 我就是说你 中国有音乐传统 对我刚才跟他说中国其实有音乐传统 你们要其实哪怕都不说古代太古了的那个音乐传统 那从诗经开始说 你但是都失传了嘛 就是声音老在失传 因为翻译不过来嘛 比如说古琴谱得打那个文字谱 留不住 因为济谱在古代的时候都是这个公诗谱文字谱 它不是五线谱嘛 所以都得翻译下来 我们这一代人越来越少的能掌握这个古代的乐谱 所以呢就越来越少的能够有记载就就都留不下来了 再加上咱还有文革什么的再给破了什么之类的 再加上还有一个清朝再给整理了一下 清朝有一个大批的整理乐谱的一个一个一个什么 它整理的时候就把很多东西都给文人画了 所以呢其实是少的就是腾出来就捡了很多东西 就是他原来特别可能特别宝贝特别毛糙的 特别真正的是我们的东西 他就给他清朝的时候就给他弄的特别温柔化 就就少了好多东西 就是说认为中国文化缺乏音乐细胞 这是个错的 中国文化就你就看 刚才我说你就看金平梅 连潘金梅 他最爱看了 潘金梅 连潘金梅 竞争对手 见这个西文庆之前 就一定要有乐师的 他要主奏 要奏很多曲牌 而且那些曲牌都是特别有名的 什么浪淘沙啊山坡羊啊 就好多曲牌人家一张嘴就出来 所以那天我就看一个就是说 而且连西门庆的大老婆都知道 说他请了那个乐师来了 说今天请的什么乐师啊 一来就他妈三弄梅花 还他妈弄 弄什么弄 下次这种乐师都打出去 太俗了 还他妈弄梅花 哪个老汉 所以你想想 就是说他们多有文化啊 咱们这一说文化就三弄梅花 是吧 梅花三弄 还他妈弄呢 对啊 没关系人家给他倒装了 对啊 还梅花三弄呢 可是呢就是连 我就是看那个看 看特别瞎流 所以还弄什么弄 所以呢 我就觉得这个 就是他们那个 就那还是胡同文化 那个是 金兵梅是胡同文化 市民 市俗的 对啊 市俗文化都已经这样的了 在那个时候 你想想 可是我们今天还觉得这个 是亚文化 其实那个是俗文化 是完全是街上的人 潘金典想勾的谁的时候 山坡羊来一段啊 什么的 今天来一段滚绣球 再明天再来说 就是各种取牌吧 就是他都熟记 而且说今天老爷来了 咱们都得什么茶 什么酒 什么菜 什么取牌 都是配套的 哎 夫妻生活要配乐 咱们有这个吗 咱们有这个 咱们没这个啊 咱们现在哪有这个呀 所以其实是丢了 就丢了太多的这个 世俗的这个 我们再看一段东洋 对吧 这爱情动作片 然后文涛说 哎 这个可以 我就是 我问你一个那个隐私问题 就是说 你比如说啊 嗯 就是说夫妻生活 或者说这个男女欢好的时候 嗯 生命的大和气 你有听音乐的习惯吗 我呢 音乐特别差 我从来不听音乐 写作的时候也不听 那时候也不听 那你都是在寂静当中这个 喘息是吧 有星星的声音吧 哈哈 然后有月亮的声音 哈哈哈 有琴的声音 这我觉得音乐 你要是一旦要上来啊 嗯 你就离不开了 就是就是你 他就是你生活的这么一个部分 而且真的就是 咱就那天讲这个 Bob Dylan的这个 就是说唱啊 就是说人最早是混在一起的 歌舞唱 所有的诗 就像你说的曲牌 他都是这个唱 哎 我想起今天咱们说什么话题了 我想起来 跟亚东有关 我想起来 就什么是什么话题来着 就是说给Bob Dylan得这个诺贝尔的这个奖 嗯 他的评语是他直接承接了河马的这个传统 不是那个海豚河马的那个 银游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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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马 河马是诗 嗯 咱们今天想讲讲啊 这个异国 这个你知道这个里面很有意思 就是和有一种叫异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好像是个对立的 民族主义者有人认为啊 不是我说的 有人认为民族主义者就是啊 我的最好 我这最好 家乡最美 对吧 但是异国主义者是什么呢 最远的东西最美 你比如说我觉得我有点异国主义 就是因为我老爱唱那个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那就远了 有一个好姑娘 我觉得最好的姑娘在远方 他们就讲有学者说啊 河马就是西方历史上最早的异国主义者 因为在河马史诗里头他就经常会唱到比如说 最远的就是我们希腊人所知道的最远的一个民族 叫什么阿比奥伊人 还是阿比伊 还是什么波伊人 就是说那是最美好的 那里生活美好 阳光灿烂 南华与爱一切 就是说这个异国他有这么一种 就是说远的地方最美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你们的看法 因为你们都有我特别羡慕的这个经历 就是异国副科 治过卵超癌 他在美国学多年嘛 然后这个索拉老师更不用说了 索拉老师就是去过欧洲 上个世纪80年代就去过欧洲 他是先在伦敦 后来又去了美国这么多年 最后又胡汉三又杀过来了 是吧 有这个经历 亚东呢 我要给你看看亚东拍的照片 亚东里面这音乐人呢 现在要不说快失业了 改行当摄影师了 人家都玩胶片呢亚东 而且亚东照的照相很有意思 你能看出他照什么 亚东你得说说这是哪儿啊 这是荷兰好像 这是牛吧 荷兰 好像是不是你说那个梵高的老家 对对不是 一个小镇 这是他一个小镇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是亚东的手吗 不是这雕塑 在展览馆 亚东的手这么实话嘛 然后再往下 雕的好镇 梵高吧 他照出印象拍的效果吧 这是胶片拍的吗 胶片 这是胶片 你看在下面 真好 这是哪儿 挪威 真好 冰川吧 冰山 你再看下边 你看他正拍这个小角落 你再看 来一妹眼 是吧 这肯定是跟女朋友一块去的 没有 真是真没有 就自己去玩 谁给你拍的这张照片 这可能是我们团里有一些喜欢的 女的给你拍的吧 含情默默的 亚东有个特点 看什么都含情默默 对对 看这个世界都像看情人一样 对对对 哎呀 这双小黑眼 亚东这个亚东是 他是特别招女孩喜欢 但是呢 很奇怪的就是 他自个儿最后走上了孤独的道路 就是就是 就近些年我突然发现你老一个人 他刚才就说了吗 他刚才说 拿照相机 他几年前认识我 就是他最后 他拍 因为大家都知道拍风景 他拍给人家有点不同 他开头呢 他说我拍人脸 他说我就拍了很多人脸 出了本书 最近后来又改 就是说拍这个小角落 小细节 但是这个是 因为现在社会不是手机太多 你走哪 比如说在餐厅吃饭 有人拿手机这样玩 你心情特别惨 你知道你是在拍我还是在干嘛 所以我以前是愿意在大街上拍人的 比如说美国人特别好客 你要是拍他 通常人家会愿意给你拍 并且给你做一个表情什么的 但是法国人就老牌资本主义那种 他就很烦 比如刚才拍牛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农场 我们在去拍照的时候呢 当时有一个农民指着我们说够了中国人 你们不要再来了 那不是我在拍是我的 我们团队里有人在拍 那一刻我确实在思考 就是说你拿一个相机对着别人 未经同意 这是不是一种冒犯 那可能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我是个有礼貌的人 我不愿意打扰别人 因为我不愿意让别人打扰我 所以好吧 那我就后来不拍了 其实我现在更喜欢拍那些 就是计较嘎栏了什么 看起来像那个花花有一个叫莫兰迪 我一直喜欢他画瓶子 他是一直画瓶子 而且他产量特别低 一年大概每个一个月画一张 一年大概也就七八张画 可是你看他画瓶子 那个瓶子让你感觉到的 已经完全像人一样 你能感觉到所有的情感 那个颜色的那细微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说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拍镜物也不错 是不是你们喜欢异国 喜欢到外头去 我接他的话茬 说一个照相的事 你看我走这么多地儿 我很少照相也是 我一个是我觉得我没这细胞 我没有摄影的细胞 还有一个就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在国外 尤其欧洲人特别烦 就手里拿照相机 人家一看就骂你 就说不是日本人就是中国人 当开始就骂日本人 说谁拿一张机就觉得你土别照一照 欧洲人特别烦你拿张机照 所以我就特别有习惯 我看过一张照片 就是欧洲人那个教堂 那个婚礼 新郎新娘 欧洲人在里面举行婚礼 然后那个教堂不是有那个窗户吗 然后巴一一排脑袋 一个中国旅游团 说异国吧就是我就是现在的我的感觉 我其实以前我觉得好像也许我那个就是对异国的那种好奇心和爱好可能就过去了 就是我我现在目前的状况我就老在想就英国以前就是好多英国作家特别棒的作家 他们一辈子没出过村子了就是就是在他们自己村子里面连村子都不出 就在村子里头 而且就好像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有一个人就问过我这问题 他说为什么你特别想你想过没想过就是这些伟大的作家很多英国作家是不出村子的 为什么你要那个特别想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我就想周游世界什么的 那时候我就别人就问我这问题 我到现在就翻过来再想我觉得这种多幸福啊 如果连村子都不出但是能写出特别好的作品 我觉得太幸福了 是 但是你说这个这种到我就说索拉老师啊 他不是一般人 你知道就说哎我我我不是我你介意不介意 就说你你像他是个红二代 就是再不说这个我介意 你的介意 这就 问人照相 他 但你对你这样的一个人呢 那光机一下80年代就跑到那个西方世界去 我觉得你的那个感觉跟我们不是太一样的 我没有因为我没有红二代的感觉 所以在我第一就不爱说这个事儿 我没有这感觉 我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是 其实我都一落三尺 我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是作为国家代表出去的 就是那个就是有约请嘛 那个时候是确实是那个 因为是呃也不是国家派我的是美国那边请我去的 而且他的那个就是就是就是什么级别很高的一种约请 所以呢那一次我觉得那个那种第一次出国是那样的一个约请 你其实真正不知道什么叫出国 因为你旁边老跟着翻译保镖之类的事儿吧 那不叫出国那那也没有什么自由 你就是能够品尝一下别的国家的什么什么 后来我在自己出去的时候 我是作为普通人出去的 而且呢就是出去以后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真正的自由 就你什么身份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你说我什么身份都没有 我那个音乐学院的身份都没用在欧洲 我就是人家人都不认 就是说而且就英国人不认 英国人就说你中央音乐学院算什么呀 就根本就不认你这中央音乐学院 就是你得从一个白定开始 从头来我得看你是不是能写出东西了 或者你做出什么音乐上的事儿让我们服你 你是中国作家算什么 中国作家中国文学我们也不看 我们也不看呢 就是这种就是你什么都没有 就是完全白定 可是我我那时候觉得真的是舒服 就是心情特别好 特别自由 真的是自由感觉就是特别像那个电影里头那个 但是那种感觉那种自由 下顿饭在哪儿呢 对太好了 这感觉太舒服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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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到了四十出头的时候才 其实我二是MBA在国外读的 然后去那个曼凯西那公司呢 就干了十年 差不多那时候老是到外边砖 可是你每回都觉得 那不是自己的地方 吃的也不像 然后人也不像 忽然有一天就觉得 好像这个陌生感消除了 我不太紧张了 我基本觉得就是说 在街上看的人也跟我在北京南城 街上的人也差不多了 这个七情六欲什么的 都也贪嗔痴 也都类似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奇怪的突破 就像有时候你读历史书 我知道读好多历史书 你忽然有一天觉得 麻痹的 他这些小心眼大心眼 跟现在这些人也没啥区别了 就古今不二的 那么知道我现在 比如说让我写美国的故事 或写一个宋朝的故事 可能差别不大了 我觉得这可能您要反反复复看 我觉得这个阴郁这个东西 反而是要常觉得哪些东西 你没明白 哪些东西你觉得好奇 新鲜 新鲜在哪 跟你有什么相同 跟什么有什么不同 就整天在想这些事情 慢慢也就觉得 就慢慢就同 我这是一个突别了 但是我也就 你刚才讲那种状态 我就坚而存在 他们就说我呀 我是什么呢 就是待着就不想出去 出去就不想回来 就是这种哎我就是说的 你说你让我一辈子 作为宅男没问题 我自己很少有主动的想 外出的这种欲望 可是呢 另一个方面是 外出于脱形 我不管到了哪个国家 去了之后 我就改机票 一般都会延期 就是我就不想走 在那边寻找了女朋友 我没有就是好像贪恋那个地方 就会被这个当时当刻的那种东西啊 给迷住 就是不想 不想离开 你就是 你出去是什么感觉啊 我去 因为我语言不好 不像比如索拉老师 你们可能语言都比较好 比如说可以跟大家聊天了 可能很快融入到那个 我觉得我去所有国外都是 就是我喜欢那个陌生的感觉 就是待着 我也不跟别人交流 基本上就是观察完 因为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地方 你从来没见过这样 是你跟你习惯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当时写那个 最早写那个书的时候 叫初见即别离 是因为我一直坐在车里 坐在车里呢 就一路走下去 我发现好多地方特别好看 但是就看一眼就 因为我想我可能以后 不会再来这个地方 就有的时候是看一眼 就再见了 再也不会见了 那后来我想 我因为特别小离开家 而且确实我是居无定所 一直以来是这种的 所以就会 发型人都像个漂泊者 对 对 就是会觉得说 就 对 就走来走去 你觉得说好吧 你比如说习惯 比如北京是加拉 因为待20多年 可是你觉得有一天 比如我在法国住一酒店 我走的时候 我不会管他什么 我不会在那个一个月的时间去装装饰什么的 因为我知道我要走 可是事实上 哪个家你不都得要走吗 事实上 如果说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 就像活另一个自己一样 我理解您说的那种自由那种 其实我觉得是 我就像另一世一样的感觉 那我去北极 有一次我去北极去的时候 我带了特别多乐器电脑什么 我说一定要在北极写出 就是突破我自己的音乐 结果等到了北极 在那个船上有七天时间 我每天看着那一片白 整个七天在船上 我一颗音符都没写出来 就是那个环境 让我觉得写歌这件事情 已经不重要 我完全就是看着那个 就是全白的你知道吗 没有白天没有黑夜 你看出去就是一片白 然后看那个北极熊 就是那么孤独 因为他是独居的 他北极熊不是群居的 跟你一样 对 你看他坐在那 船看半天要走的时候 你就觉得 我那个感觉真的 我可能更喜欢那种 就是完全让自己 忘记了所有东西的感觉 你这个都有点 我觉得有点类似于 庄泽说的那个坐望 就忘了 就是什么都 我有 你要这么说 我曾经出现过这种感觉 咱们就说这种什么天人和夜 或者说什么 就是自己消失了的感觉 我有一次在肯尼亚 就是那个看动物 看动物 拉肚子你就忘不了自己了 就是看动物 周围是大草原 然后你就看着这个 那些羚羊 那些就是 好像草长应飞的 突然 你觉得自己没了 就真的就 就有点害怕 就觉得自己身体消失了 但是你说的这个初见即别离 解答了我刚才的这个原因了 就为什么我到那就不想回来 不像你 你住伦敦 是生活 我们是旅行 对我们来讲 那真是就是初见 这说明我还是有处女情节 是吗 对 他就是说 他是最新的 而且不会再有了 你走了就走了 就是 就是有那种感觉 我也 我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 其实我呢 有的时候 又像你 就是说 我说的好 就坐在这的时候 说我一辈子不动 太好了 但是呢 我一旦到了飞机场 开始一个人坐在飞机场 我就开始兴奋 我有那种感觉 到现在我也有这种 就一个人坐在飞机场 马上就有兴奋感 说 哈 要走了 说到底 都是有一颗骚动的心 要见 好 要见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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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点